好 继续再把镜头回到台湾 来关心的是南区的慈祭志工 与上人温馨座谈 分享过去这一年来 从慈善与教育的角度 将关怀触角 延伸到各个需要帮助的地方 像是曾经接受过慈祭帮助的学生 如今成长茁壮 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 镜丝经社传来悠扬的小提琴声 演奏着杨仁敏是清大音乐系的高材声 曾经受到新雅奖学金的帮助 如今翻转手心 照顾弱势学生 我们家里客户班 不只有在课业上的辅导 我们还发挥了仁敏的音乐专长 让孩子学音乐 薰陶艺术的素养 现在的我已经有能力 然后发挥自己的专长 在社区教导音乐 然后我也有到空中大学 休息社工学分 期许自己能将师姑师伯们 给我的爱 然后再继续帮助更多的人 我种的菜有运到花莲了吗 您有收到吗 这是现彩又新鲜的生菜 种菜少年廖新祥 家景清寒 此季志工长期陪伴 帮他找到人生方向 那新祥也很开心的 也很用心的 然后就考上了农业学校 他现在很棒哦 都代表学校去参加各项农业的比赛 也都得到非常优异的成绩 新鲜奖学金帮助柯小红减轻加急重担 她运用美术专长设计新鲜奖的logo 如今已是慈祭职工 在大学毕业后很高兴能够成为慈祭的大家庭 然后我现在在南部社服事服务 很感恩也能够在这里可以发挥我的所长 南区志工灌溉新鲜 长成参天大树 天生我才必有用 只要我们用爱心疼笑 总是人人就是人才 戴新闻黄瑞娟 刘洪志 华联报导